现在去那个锦江征务中心啊 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这个旧房子 因为案件已经还完了 但是我的那个产权证 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 以前开发商说抵押到银行的 现在到了银行 银行说他们手里面没有 现在只有去锦江征务中心 去补办一个补动产权证 另外的话就是我那个拆迁安置房啊 现在也可以搬产权了 我到锦江征务中心去核税啊 按道理我们是拆迁安置啊 我们那个房子是不需要缴税的 因为政府他是把我们的房子拆了 然后再补一套 所以就不存在新买房子 但是还是需要他来核税 所以就去一趟啊 办两件事情 看今天运气咋样 现在的那种锦江区政务中心啊 他就是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搞 这个我还是办的比较顺利啊 你看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零零啊 就是一分钱不用交 本来如果要交的话 可能是要交七万多还是多少 相当于这七万多就省掉了 今天还是比较幸运啊 因为我办的时候啊 原来还需要一个材料我没带啊 我也提供不了什么材料啊 就是他还需要我老婆的户口本 这个我确实拿不出来 因为我老婆户口还在她的老家 如果需要的话 还需要从广东寄过来 这个就很麻烦了 我当时就很奇怪啊 我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财产 结婚之前搞的一套房子 为什么现在办产权还需要我老婆 他说现在中国啊 办理产权啊 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啊 你只要办理产权的时候 你是婚姻的状态 那就需要你老婆的身份证明 最后我在那里也是说了些好话 我老婆那个太麻烦了 弄过来太麻烦了 然后他问我 大概没带我老婆身份证 我说身份证有 最后他想了一个办通的办法 什么呢 就是拿了两页纸啊 这两页纸很奇怪啊 是属于那种油罐罐的那种薄薄的那种纸 平时很少遇到啊 相当于就是一个声明 就是一个承诺书啊 就是承诺我的婚姻状况啊 两张啊 一张是 让我声明啊 这是我成都的第几套房 另外两套房 让我把它的地址门牌号写出来 另外一张声明 就是声明我的婚姻状况 我老婆是谁 身份证号码啊 声明了之后啊 就不需要我再提供护客本啊 就我老婆的身份证 付一件就行 所以总体来说 现在办事情还是比以前灵活多了啊 大家一般程度人都喜欢朝着南面吧 因为常南面采光比较足啊 但是我喜欢高了程度啊 高了程度都不存在采光的问题啊 并且朝着东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那边全是老破小的风景啊 不像这一面啊 全是高大上的豪宅 所谓城市界面啊 那个漂亮很多 并且我这一次住进来以后 刚好是成都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啊 有一两天温度就差不多上40了 当然就是很热啊 你想如果是那边的话啊 朝着西南面 肯定是比我们这边热很多了 因为我们这边呢 太阳不会直射 在我庆幸之余 但是没法不成想啊 我居然调到了中国房地产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坑里面 中国房地产最大的坑是什么 我记得特别是在大概2013年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成都的房价普遍一万啊 我当时有一位朋友 他是做民宿的 因为当时房价开始涨了嘛 他也照照及及的 然后就去买啊 后来我去他买的那个新房一看啊 原来他是公寓啊 实际上当时也没怎么明白 那个公寓到底跟住宅有什么区别 当时他就买成一万多 现在我估计他是哭晕在厕所里面 因为这么多年房价翻了两倍三倍啊 但是他那个房子估计还跌价了啊 这就是公寓啊 为什么这么坑 首先那个公寓啊 他那个水电器啊 这个使用成本很高 他比民用的这些水电器啊 是贵很多的 然后物业费又贵很多 你说你40年的产权你会卖给谁 他的用地规划啊 土地使用的类别啊 我们这个是住宅用地啊 他那个就是商业用地啊 区别就大了去了啊 因为现在国家法律规定啊 我们住宅用地是70年嘛 但是已经是有明文规定啊 70年以后啊 就是免费续期啊 但是公寓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以后70年40年以后啊 他们那个公寓怎么处理啊 现在都不知道 并且交易的时候啊 他卖的时候啊 那个税是比我们住宅是高很多的 所以这就是在中国啊 公寓真的是非常的坑定啊 我最近我在看到啊 因为现在房子不好卖嘛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一个促销活动 什么呢 买住宅送公寓啊 比如说最近啊 在东莞啊 就推出了活动 买一套送一套啊 你如果买了东莞140个平方的房子 然后可以送你一套 惠州双越湾的一套公寓房 买江门住广州 江门我也去过啊 那里的话 虽然是珠三角 可能珠三角房价最便宜的地方啊 我大概两三年前去 那里房价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没怎么涨吧 但是现在他推出了促销活动啊 就是 你如果是买江门的大平城户型 送你一套广州郊区花都区的商住公寓 你买江门直接送你一套广州的公寓 你说那个公寓到底有多不值钱啊 像北京也是啊 你在北京通州买一套房子 只需要买个77平方的两居 就免费送你一套烟台 108平方的海景县房 海景房就送给你 当然是公寓 所以那个公寓到底有多么不受待见啊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 但是没想到啊 我也中招了 这个是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大的一个坑 最近啊 因为在办产权嘛 现在才发现啊 最开始我是在业主群看来 大家在讨论啊 大家在抱怨啊 但是没想到 我这套也中招了 正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因为是朝北的啊 现在就被定义成公寓了 现在真的是玉库无类啊 为什么我们产权证上面啊 现在变成了公寓 住宅跟公寓那个价格差老远了 感觉就是被坑了啊 因为我们当时拆迁的时候啊 合同上面 白纸黑字写的是要还我们住宅 怎么现在啊 变成了公寓了 到我们啊 办产权的时候才发现啊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公寓 有人都说 我们要到那个规划局去起诉他们了 我们拆迁的时候 说的那么好听啊 然后我们交给政府的时候 我们是住宅 就是放了十年还不如原来啊 实际上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公寓 它是指那个冬至那天 日照时间不住两个小时 就说公寓实际上也分两种啊 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史上最大的坑啊 叫商业公寓 我们这种叫住宅公寓 你说这个坑不坑爹啊 搞得也太复杂了嘛 你说国外哪分那么多啊 都是condo apartment 都是一回事 享受同样的权利 同样的待遇啊 但是在中国啊 就是分的这么复杂 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啊 并且这些东西的话 你事先也不知道啊 当时选房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们啊 就是大家统一选 选完了以后 办产权的时候 才发现你当时选的房是公寓 当然你若选 对面的 朝的南面的 它就不是公寓 你说这个坑不坑啊 大家同样的选房资格啊 这个你是公寓 人家是住宅 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坑啊 关键是啊 你现在 你拿到市场上去啊 你的钱啊 就值不了住宅的钱啊 虽然它的待遇啊 现在目前知道的啊 和住宅是一样的 关键是你住在这里当然是没区别啊 但是人不可能住在这里住一辈子啊 你最终还是要拿去卖的啊 一旦你出去交易啊 这个差价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处都是坑啊 你不小心就遇到坑啊 现在市场就是不认公寓了 本来房地产市场都不好 我们这个房子嘛 还我们这个房子的时候 本来这个房子本身啊 就是一个塔楼啊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好 我们是原地 拆迁啊 返迁啊 有的人他市中心的房子拆了 然后给他啊 还到什么三环路 什么四环路以外啊 但我们这个是市中心原地 返迁啊 所以说这一点 我们呢 还觉得是一大优势啊 毕竟位置好嘛 离村西路啊 就地铁两站路啊 但是没想到啊 现在变成了公寓 这个房子最少要少一百万 少一百万啊 你说这个坑到底大不大 现在有人就在晒啊 关于这种住宅公寓啊 它的产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没拿到啊 只有借别的图 就是在用途这一栏啊 它前面啊 是城镇住宅用地啊 这一点是一样的 跟住宅一样的 但是后面啊 它就是公寓啊 人家是住宅 我们这一排啊 因为我们这一层楼是 四部电梯 然后八户啊 朝北面四户 朝南面四户 我们朝北面的那些四户啊 除了头上那一户 因为是大户型的 一百二十多坪的啊 它是几面采光的 它是住宅以外 其他的三户啊 全部都是公寓 啊 当然 有人在解释啊 说我们这一栋楼啊 是属于住宅用地 每一户的位置不同 导致冬至当日日照时间不足两个小时啊 因为我们这种相对于统治楼啊 是没办法的啊 因为你必然是有一面是朝北面的啊 朝北面那一面啊 按照国家规定 它日照时间不足就会被定义为公寓 但是跟商业公寓是两码事 呃 你不管是缴税也好 还是什么维修基金也好啊 呃 包括什么正常落户小孩读书啊 啊 实际上跟住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啊 对 像一般的公寓的话 它是不能挪户的啊 小孩是不能上学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劣势啊 但是我们这个房子是不存在的啊 我的小孩也就近啊 读书了啊 也是在这个学区里面 呃 现在像那个物业啊 他们现在就在操作了嘛 啊 就现在管家发给我们的啊 就是 本人啊 是关于民主 房号多少号啊 某某某县委托 新希望产权部代为更正 原地 返签安置买卖合同 啊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原地返签 安置买卖合同上面是 明文写清楚的啊 我们到时候返签的房子是住宅 但是现在变成了公寓怎么样啊 怎么办啊 他就是让我们签一个霸王条款啊 你要让我们办产权的话 对不起啊 你先要承认啊 呃 你当时那个合同 啊 这一条要改啊 就是 你的那个房屋啊 现在就变成公寓了 啊 虽然当时合同里面说的是住宅啊 但是现在啊 对不起 变成了公寓啊 本人以知晓 规划用途为公寓啊 就是逼着你必须要签这个东西啊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啊 任何法律的风险了啊 是已经 你已经同意了嘛 啊 你现在呢 就在变成了公寓了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啊 那没问题啊 你的产权现在就拿不到了啊 你要拿产权的话 你就必须同意了一点 啊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怎么呢 我不签这个东西啊 我现在不拿产权 然后我去打官司告他 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啊 虽然群里面大家群情激愤啊 能说要去告 但是我估计最终啊 去实施的啊 应该是没有人啊 因为也明知道啊 这个东西是打不赢的 现在 东国里打官司有什么用啊 现在都没人打官司啊 律师都失业了 律师现在都揭不开锅了 唉 所以辛辛苦苦啊 忙活了十几年吧 但是最终我们拆迁户拿到的房子啊 居然是公寓啊 真是于苦无泪啊 到时候卖的时候 估计至少少一百万啊 谁说那种卖方移民 本来指望着这套房子 卖个好价钱啊 现在这个期望啊 又多空了 哇 早上起来好凉快啊 昨晚晚上下雨了 你看这一栋啊 在小区的那个围墙的外面啊 这是D10的公寓楼 我们这小区里面 我们这个10号楼 这一面的话就是住宅 我们那一面就是公寓 太坑了 这边是三栋豪宅啊 不过啊 有一点让我们有点安慰啊 据说这个豪宅 它有的户型也是写成公寓了 一层四户啊 有一户它就是完全朝着北方 据说也是被写成公寓 但是不知道啊 没有证实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还能得到一点安慰啊 跟豪宅一个待遇 回到老房子这边啊 这边还在下雨啊 我刚才想到啊 如果豪宅那边 如果它一层楼四户 有一户 它是定义为公寓的话 但是人家是事先知道的 买房的时候 它肯定是事先知道 然后它的价格 肯定会便宜很多的 所以这个东西 怎么能跟我们相比啊 因为我们在选房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啊 朝北的那面是公寓 朝南的是住的啊 就是在 相当于就是挖了一个坑 让我们跳啊 这让我想到啊 我们国内为什么坑那么多啊 到处都是坑啊 你哪怕再有 智慧再有见识的人啊 到了国内你不踩坑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这些坑 是故意给你埋下的 防不胜防 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 没有任何法律风险啊 在国内啊 那个 法律真的是形同虚设啊 如果是在国外像这种情况 我马上啊 就可以去告他 并且我还能得到大笔的赔付 因为是他违约了嘛 说不定我还能再赚一套房子啊 如果在美国的话 有美国的朋友可以告诉我 这种情况 我打官司 肯定是一告一个准啊 他到底要赔我多少啊 但在中国这种事情 你你告他去干嘛呢 你告他就是自讨没趣啊 自取其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到处都是坑啊 因为那个法律啊 形同虚设 这是这件事情对我的最大的一个感悟吧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